在以往的系列里面 我跟人讲到危机管理的系列 我记得上两个月 我回来母堂跟人分享 关于以利亚的生命 上帝如何使用以利亚这个人 在独立作战的情况下 所有的人都被离了 耶和华被离了上帝 唯独他一个人 面对那些巴黎的先知 那些假先知450个人 然后在他们公开的挑战 如果耶和华神是神 你们就回转来敬拜神吧 如果巴黎是神 你们就跟从巴黎吧 但是那一个 那一议之后 带领了整个以色列国的 绝大空前的一个改变 今天我们来看以利亚的生命 来到一个危险的地带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服事神的机会 每一个人都在服事神 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 在他服事的生涯里面 到了一个地步 他属灵走向 他所面对的情况 还没有跟你分享之前跟你讲的笑话 有个妈妈骑着摩托车 后面背着小孩子 前面一座有比较大的孩子 在关脚处的时候 突然间遇到警察 然后警察就拦住他们 就跟那个妈妈说 太太你知道吗 你和你的孩子应该要戴安全帽的 然后妈妈就说 孩子这么小 那你能找到那么小的安全帽呢 然后妈妈就说 小孩子没有穿安全帽 起码你大人都应该穿啊 妈妈就说 如果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万一出事 我也不想活了 我太快要穿安全帽呢 你明白吗 这有一点强词夺理 对吗 对吧 这个妈妈有点 今天我要给你来看 圣经有一个人 他名字叫伊利亚 他在上帝面前 也有一点强词夺理的情况 我们来看 跟来对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看我们有几分的相似 和伊利亚的生命 来我们做个祷告 天祝你感谢赞连你今天早上了 把我的兄弟姐妹交在你身手里面 求主你 高末讲台 高末仆人 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合十一 来赐下你天上的玛娜 让我 我看到他们的生命能够改变 祝你帮助他们 把他们属灵的耳朵 眼睛 能够看到 能够听到 从你那儿来的话语和信息 主我感谢赞连你 都知道 到宫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神 伊利亚 是可以说在救命里面 是一个属一属二的先知 它可以是说 救命里面 是所有先知的代表 摩西就是义法的代表 先知 先知的代表是伊利亚 我们看到 如果你没有忘记 早在两个月前 我讲到伊利亚如何被上帝使用 在一个 宣军义法的情况下 在面对种种的反对浪潮的情况下 它如何一个人独军作战的 来为耶和华作见证 然后呢 我们看到它带领很空大的复兴 它就挑战巴黎的先知 如果你们的神这么厉害 你叫你的先知 叫你的神把这个祭坛的祭物烧烧烧烧烧烧烧好 结果他们那些先知打用边自己用刀割自己用用石头砍自己种种的做了很多的方式 结果不能这样活下来 伊利亚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伊利亚首先摆了十二粒的石头在那个祭坛里面 十二粒的石头代表什么 代表十二个姿态 然后呢 他用水倒在祭坛里面 今天我们要看伊利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倒水在祭坛里面有两个含义 第一 倒水当时你不要忘记 当时那个伊利亚的时代是一个饥荒 是一个旱灾的时代 没有水的时代 所以他在祭坛倒水呢 可见呢 水当时是一个很宝贵很贵重的东西 所以呢 先知伊利亚深知到 要给上帝的都是要给最好最宝贵的东西 他把最宝贵的水撒在那个祭坛里面 第二呢 为什么要把水撒在祭坛里面 因为呢 祭坛是要燃烧的地方 对吗 如果柴是了石头是了 如何让这个祭坛再燃烧起来呢 其实伊利亚要告诉所有的人 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我的神是死无便有的神 他把所有的水燃烧 搅垫在那个祭坛的时候呢 他求告耶火的名字 叫耶火降我下来 果不其然的 那个祭坛呢 就燃烧了起来 当天他把所有巴黎的先知 四百五十个 一亿都击杀了 原本伊利亚认为 我带领了整国全国上下的复兴 应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或者得到很多人的赞赏 是吗 我到今天服事神那么久 我都还不能就像火降下来 这个是空前的一个大复兴 所有人都看到了神寄来的 所以这是讲明一样东西 神寄只是工具 它不是主要的 就算有天降活下来 还是有人不相信 上面耶稣用神寄只是工具 而不是全部 不是真理的全部 所以你看到 当时他做了这个大的审计之后 他期待什么 期待人家对他的改观 不管对神的改观 换句讲比较属灵的话 对上帝有改观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 在猎王纪上 请你打开猎王纪上 first picture of nineteen 猎王纪上 请你不要移动 只有在十九章 我会去找别的经文了 我们今天会在猎王纪上 十九章那边来查考 我们看到 以利亚的生命 有一个不同 我刚才会讲到 上帝如何使用以利亚的时候 你看这个图片 哇 他如何降火下来 如何上帝使用他 哇 他的属灵生命可以说 是那时候最高潮 最巅峰的时候了 可是过了不久 那个当时的王帝亚哈 王帝的王后叫耶稣别 耶稣别就会发誓说 如果我今天不拿以利亚的生命 我今天就做了 我今天就为宁愿师 我们看到 当这个王后以利亚讲一句话的时候 以利亚有一个很高峰 很属灵的人 很有信心的人 变成一个落荒而逃的一个 一个逃兵 他圣经讲 他说逃到荒野里面 来到一个树下 来求耶稣 求上帝说 赐我死掉吧 因为我连我的主 连我的主宗都不如 我们看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可能 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在来教会的敬拜 来教会的参加聚会 来领受 来参与 师父事奉之后 我们有可能也会也跌入了这个属灵的 敌潮 我们来看经文 我们说 第一 以利亚正后群 比利亚有几样东西是很特别在以利亚身上有发生的 我们来看第一 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他这样说 一 我们从第二节开始逃跑 天空时间引渡 也许别就差一百人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夜在这时候 我若不死你的生命 像那些人的生命一样 愿神明中中的降法于我 以利亚见证光景 救起来逃命 到了以犹大的别斯巴 江湖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荒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罗藤树下 就在那里求是 说 耶路阿爸 求你取我生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什么东西 什么原因 使到以利亚跌入热属灵的地骨呢 第一 他不看神 他开始看光景了 圣经讲 以利亚见着光景 救起来逃命 我们知道以利亚最强项的方面 马上环境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说他做得很好 反而这个时候有人要取他生命 他误会说 为什么神不采取 马上采取行动来惩罚那些不跟从野活的人呢 他另一个误会 他误会说 原来所有的人都悲弃了神 只有他唯独他一个人来侍奉神 你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哎呀你都不知道 你不是我 你不了解我的情况呢 你知道我面对的问题是何等的到 我们可能就像以利亚的情况中一样 第二 他有强烈的孤独感 他会像我们这些一般所有的人 在侍奉神的当时 当时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抱怨 神啊我为了你 服侍你 掏漆一切 没有钱 没有房 没有车子 孩子 而你都受得连累 还遭人白眼 哎呀 被人家冷落 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 好像比利亚这样 而且我们看到 利亚从加密山的那个经历之后呢 他可能长期的没有好好地吃东西 没有好好地睡觉 身体上就开始有疲倦感 当然这个疲倦带来呢 就会一个长期没有睡觉 没有吃饭 吃东西的人呢 他情绪就会有滴落了 他感情上就会失控了 他的动作也会失控 情绪也失控 感觉也开始失控了 就加上那个王后别的威胁 他的心呢 已经是崩溃了 第二 以利亚是一个事工效果倒下的人 他以为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 所有的人应该归向于神 那所有几个人都叫我降下来 这么有果效哦 可是换来的是不是他所期待的 他总是以成绩单来评价自己 又看果效胜过一切 今天有很多人信耶稣也是这样的 看如果我来信耶稣跟从耶稣看 耶稣有给我什么护血 能不能给我什么抗陶 我就决定我继续来信耶稣信套耶稣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旧的环境里面 今天 一个看做工或者事工为博效导向的人 你常常会失望 当你做东西 你所做的东西 不如你所期待之后 你会乱过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不是新的信息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和鼓励你 We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 not to be successful 我们是我们因中心被造 而不是因成功来对他 如果我们是以我们的成功感来被造 我们很可怜 没有一个人都很能成功 耶稣也是很可怜 耶稣在死的那一山 才有十二个门口跟从他 他成功吗 他一点都不成功 以人的角度来看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国度里面 他却成就了 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Amen 所以上帝今天在找 在数算我们的忠诚和我们的忠心 而不是来数的佛用 我们有给多少的成就 所以你们在服事的岗位 在服事的生涯里面 你不应该以成就来数算 你的一生 你应该以 你在你一生当中给了上帝多少的忠心 最后 接着来 他有极度的沮丧和失望 当一个人很极度的沮丧和失望 他都不以常理 常理来去看东西的 你看上帝使用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他祷告神说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 真的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 然后上帝把它藏在一个地方 因为皇后和皇帝阿哈很生气 当一个国家面临旱灾 下雨的时候 轮作户轮供 那个耕田 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所以国家的那个畜产 生产量也受影响了 你看 这是多么人家定人讨厌的事情 可是呢 以利亚呢 在这个三年零六个月里面呢 上帝把他已经藏起来了 他一点都不怕 他不怕以利亚 他不怕阿哈 阿哈王要杀 他那一点也不怕 也许别来追求他 来寻求他的生命 可是今天他竟然为了 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竟然选择要离开他 这是一个不按常理说不清 说不清楚的这情况 没有 他逃逃的 上帝用乌鸦每一天 钓着肉来养他 你知道吗 全世界鸟店里面 最贪吃 最贪得无厌的鸟就是乌鸦 上帝用最贪吃的乌鸦 咬肉片跟其他吃 是丰富的 修复吧 不是啦 我不是他 真是肉片 上帝告诉以利亚 只要你忠心服侍我 我给你一个每一天都是神迹 我叫我最贪吃的乌鸦 咬肉给你吃 上年零六个月 他有水喝 这年内 在那个情况的时候 在那个状况的时候 以利亚是蛮有信心的 在他面对所有人排着 所有的人 背离烟火的时候 他一个人独当一面的 来到上帝面前 求告烟火 降火的时候 他的性命是伟大的 可是他竟然变了一个女人的火 女人有时候讲话要小心火 他为了那个狂妥的一句话 如果我今天不杀掉你 我不做女人 他没这样讲 这就用我自己的百话来讲 我 临头我死掉 以利亚因为这句话 他就逃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面临失望而沮丧 因为他看到他的 他作风的果效 他失风的果效 而失望而沮丧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注意看第三章 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话 圣经说 他撇下他的仆人 他独自一人往荒年里走 上帝怎样独自这样的人 上帝独自这样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他独自一个人 Leave him alone 让他一个人 他们让他在荒年里面来走 然后他在荒年里面走了 然后 以利亚还有什么呢 以利亚说 够了 够了 他来到一个程度 不止生气 他自己 他连上帝也生气 你看 你今天我做 为你做那么多东西 你没有帮助我 还要我第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东西 我够了 你杀死我吧 其实 其实你会看到 以利亚这个人 这个人 同样一个人 之前的祷告和之后祷告 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之前的祷告 是多有能力的 主啊 求你来证明给 以色列百姓 看你是耶稣 是神 住在我们当中 这样活下来 可是在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祷告 完全是不同的祷告 他竟然在那边 在树下求死 上帝你把我杀掉吗 以利亚很知道 她本身不可以自杀 很多人说她自杀 其实是错的 她不是自杀 她求上帝杀和她 因为她知道 自杀是犯罪的 反正叫上帝杀和她 OK 她跟上帝玩手段 请不要来到上帝面前玩手段 因为上帝太清楚了 如果她真的要死了 很清楚了 对妈姐妹 兄弟姐妹 她要死就不用逃 站在那个皇后面前 她马上就咔咔 两下就死掉了 她在上帝面中 下三天 她在上帝面前 怎样说 说脾气 我死得顺了 因为你 我做了那么多 没有人帮助我 我真的是很糟糕 你把我杀掉了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遇到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不理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 第一个感觉就是 哎呀我不做了 算了我要离开了 我们要放下这样的心态 你要明白上帝的固扎 不是随便固扎 如果你随便利用下你的固扎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 大家 上帝是很怜悯很慈爱的 从头到尾 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责备 很多骂她 我们看到 第四节的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看什么呢 哦 看环境 这些我忘记了 我常见孤独的 事工倒向 基督失望 还有他逃避现实的时候 哎 缩神球 只能在这里 我们看下去 还有一样的东西 她很自卑 她总是爱移教 她比较她的列祖 她的主线说 哎呀我不比我 主线好 我上个礼拜我去医保 我跟在医保的那个课程里面 我写到一句话 很好一句话也送给你们 那个牧师说 我们不小心啊 人来教会啊 不小心就会进了邪教 你知道什么邪教吗 如果你不小心 来教会来久了 你是进邪教 你知道进什么邪教吗 有两种邪教 一个就是计教和比教 然后我们不小心来到教会 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比教 我不比你了 我不比你好 我不比你聪明 我不比你有钱 我们爱比较 然后我们很计教 哎呀你做得那么少 我做得那么多 哎呀都比较 哎呀都计教 请你不要进邪教好吗 我们来教会 我们计教不是上邪教 不要比较而计教 所以 伊利亚就是这样 他比 他拿自己跟他的列祖比较 哎呀我不比我的列祖好 哎呀上帝你把我杀掉 还好 感谢神 上帝总不听 这样发脾气的祷告 如果你想想 每一次你发脾气 你所比进 上帝听你的祷告呢 我们死得很难 很难看很惨 感谢神 神不听你们发 我们每次发脾气 生气的祷告 阿们 跟你旁边讲 上帝不听这样的祷告的 上帝不听这样的祷告的 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神有他自己的方法 才对开到他的徒人 我们求死不是我们的权利 求生才是我们的权利 OK 我们接着看下去 上帝有没有准备他 刚才讲的 上帝有准备他 上帝反而用慈爱怜悯来 来帮助伊利亚 上帝讲帮助伊利亚的 有两件事请上帝做的 第一件 上帝叫他睡觉 真的 我鼓励你 不管你在施工厂 还是在工作厂 你真的感觉到 你有准备的时候 好好地睡觉吧 睡觉是最好的 一致的方法 而圣经告诉他 他不只睡一次 而睡了两次 你看上帝有多么的忍耐 还睡 有时候我们的老婆 我们的老公 我们的老板 还睡 上帮的时间 还睡 快点做工啊 他是上帝很好 上帝叫他睡 而且上帝叫他吃睡 上帝叫他吃 睡两次 其实我最好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睡 但是我睡很少 一旦有机会 我就拼命地 尽量地睡 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时间 休息的时间 睡觉能帮助我们 伊利亚 上帝叫他睡 而且呢 上帝 上帝准备睡 和烧鸡鸭子 上帝是我们最好的老板 阿们 阿们 当我们服事上帝 上帝 我们最好的 准备好东西给我们吃 就好像 新夜的时候 还记得吗 当十二个门徒 出卖耶稣的时候 耶稣有计较吗 耶稣有计较吗 耶稣付我说 你们十小时啊 你们这些 不要叫人家 出卖我 没有 耶稣在岸上 跟门徒说 你们有东西吃吗 耶稣做什么 耶稣在一干帮 给他们吃 这就是我们的神 耶稣上帝 他们从来没有准备我们 当我们入众 当我们落 的时候 上帝没有准备我们 上帝总是准备好 准备好来 医治我们的接纳我们 我们看到 以利亚 就这么样的 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给他们吃 而且这个饼 是很个别的饼 一块饼能够走四十天 你看 他说吃了喝了 让这个饼子的力量 走四十周月 走到神的山 就吃河内山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上帝 从上帝那边 得到良知 当你疲惫 你属灵疲惫的时候 你需要好好的信息 然后你需要 领受上帝的 良知 而且 从降溺山到 河内山 相近五百 五百公里 我在想 这个饼是很特别的饼 能够走到四十天 但是我要跟你讲 我要强调什么 圣经讲 他去河内山 请问河内山 是什么地方 神的山 河内山是 摩西跟上帝会面 十十周月在山上 跟上帝见面的地方 河内山 也是耶稣 走到旷野 的地方 也是那个地方 旷野 四十周月 在那边 静止到的地方 今天 当你疲惫 拼绝的时候 你属灵 没有明律感的时候 你的河内山在哪里 你有到神的山 你能回到上帝的统战里面 寻求神的祷告 我们活在一个社会里面 现象的社会 步伐很快 你能往上飞出 你 你 波斯一样东西 不到一分钟 你的波斯 就消失在 那个 那个波斯的大海里面了 我的 节奏 节奏感很快 大家都很慢 我觉得 我们时候 有时候要停顿下来 停顿我们脚步 安静下来 上帝一辈 聊他 这个 入城 圣经 跟我们讲 你要走的路是很远 上帝来说 所以你要休息 你要吃东西 你要走天和夜谈 我们很忙 我们很忙交集 我们很忙去 晚上去玩乐 找乐子 找朋友谈 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委屈的时候 我们总是找朋友谈 找朋友谈不是不好 是好吃来的 你找个知情朋友谈你的 心事后来是好吃的 它是最有效的 你是来找到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谈 如果你找你朋友谈一次还好 两次还好 三次还好 第一次是你找法 你开始来谈 因为他谈同样的东西 你开始很很 你扣很多的铜水 很多的骨髓 他第一次就好了 有时候你的老婆 我连老婆也唯一听你讲 但是最好的听 亲自的对象 我告诉你是上帝的 他从天从来没有跑掉 他打死不走的 只要你找他 他永远离你所有没一样的心存 我告诉你 我经历很多 停电 我家里常常留电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停电的时候 电脑关掉 风扇关掉 冷气关掉 或者电源都关掉 要在很黑暗的角落里面 进到一个程度 你往自己心跳 甚至听到 没有 那个时候 我告诉你 是我感觉上帝 去亲近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时候 放下我们的脚步 停电我们的脚步 来听听你的声音 全灵地 我每一颗心跳 我唱过神 阿的讲 天亮 你要听你的心跳 你要听上帝的心跳 你要懂得停顿下来 我们太忙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忙了 我们忙找朋友 我们忙找生意 我们忙我们很多的工作 还是真正医治你属于这危机 属于生命危机的其他方法 就是要很安静 天亮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你们的神 当你的耳朵 你都会变小步下来说 有时候 有很多 不得到 很多 意想得到的 安慰和鼓励 你来安静独处 你就得到上帝的同在 而不是在 而不是你在人生当中 很多的 其他的日子都可以过去 但是那个是很难找到 上帝的同在 都不得到 唯有你 唯独你能够安静下来说的 有一度你能够单独的独处和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很多碰见神的意见神 然后第三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谢谢您的路 然后呃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在洞里耶和华的祸 领导 他说 以利亚你在做什么 第十节 他说 我为耶和华 万君之神大化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业 把毁 毁坏你的祭坛 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说我的病 十一节耶和华 你出来 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那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 把奔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有 风后低枕 耶和华也不在其中 低枕后有火 耶和华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上帝开始跟以利亚讲话的时候 第一句话问的是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难道 上帝不知道以利亚的情况吗 上帝很清楚 以利亚是什么状况 当时呢 来医治以利亚 来帮助以利亚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上帝让以利亚说 上帝让以利亚吐口水 以利亚 未必以利亚讲的东西都是对的 他们都离开了 你他们都 只有我一个人 打滑的行为你 上帝他们都被欺凌 上帝医治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家讲 上帝不讲 你讲 让你完全的来被释放 盲前的来 来上帝面前 酷诉 来上帝面前来 亲自忽略的来到上帝面前 不要懂得来到上帝面前 你要懂得释放 你要学习来到上帝面前 要学习来到上帝面前 讲你所有所面对所 找人的事情来释放 来到上帝面前 以利亚就这样做 以利亚就这样做 然后我们看下去 我们看下去 上帝医治以利亚的另一个方法怎么样 第一在十一届里面上帝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出来 在我面前 站在我面前 你出来 站在我面前 然后再接下来 第四 我们同十五件都很看到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往 旷野 从旷野往大马社去 到了那里 你要就要高 哈瑟做亚兰王 十八节 但我在以利亚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成像巴黎七千 未成像巴黎亲追的 上帝医治的方法 首先是叫以利亚你出来 然后叫以利亚你回去 从洞穴中叫以利亚出来 然后以利亚就回去 上帝要医治以利亚躲在山洞里面的那种 山洞情节 因为山洞是最受保护的吗 山洞不用怕了吗 山洞是最安全的一带来的 不用怕以利亚来咬他 也不用怕风吹以打 可以挡风遮你 但是如果你永远倒在山洞里面 你永远就是山洞里面的以利亚 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以利亚永远躲在山洞里面 上帝叫他回去 然后你要回去 这是上帝医治的方法 上帝你要砍断他的事工 很多人说 从此以后以利亚就被上帝逃开了 上帝选以利亚来做工夫做事情 这样的说法都站着 几个理由我能讲得出 为什么上帝还是有重用以利亚 上帝总是给以利亚第一次的机会 为什么呢 第一 上帝不会用战马火车和旋风 戒走一个没有完成使命的人 上帝不会用战马火车来戒走一个没有中心服事的人 最后我们知道以利亚被战马火车和旋风被上帝把他戒走 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他的事工 有时候你们在问 难道上帝没有了真的没有人吗 以利亚这样糟糕 就好像你这样你这么糟糕 上帝难道不能选第二个人吗 偏要选你啊 这么可怜啊 上帝没有人财 上帝不是没有人财 上帝选择你不是因为没有人财 上帝选择你不是因为没有人财 上帝用你是因为他要选择愿意的人 上帝使用愿意的人 他不用完美的人 他不用完美的人 不是因为厉害上帝使用你 而是你愿意很多的世界 今天很多人说 为什么上帝没有使用我 上帝不是使用你 我看我自己的生命 我没有人财中是好的 我正在台湾自然觉得肯定有点亏欠 我是一个自卑感很强的感觉 我生命当中几乎是离开教会 我已经是完全不想说回到教会的服事 因为我对教会觉得很失望 很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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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愿意的生活 上帝在今天还是一样在选择愿意的 而不是一个完美的 如果上帝要等我们完美 才用我们呢 好像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今天上帝要寻找愿意的 李里兰愿意被上帝使用 再次上帝呼召帮你出来 祂真的回应从山洞里出来 然后上帝说 你要回去告给他 然后告亚瑟王 还有另外一个王 所以我们看到李里兰的生命怎么样呢 李里兰的生命 他再次回应上帝的呼召 回到服侍岗位里面 然后呢 如果今天上帝没有选择于利亚 或者不承认于利亚的事丰的话呢 耶稣在变相参伤的时候 看到摩西显现在耶稣的面前 和门徒的面前 也还有另外一个人之所以 于利亚 如果上帝会肯定于利亚的事丰 今天站在 你站在耶稣面前 不是利亚 应该是利亚 应该是利亚 所以我不承认 我也不认同说 上帝已经朝在利亚 从头到尾 上帝还是总用利亚 你从在联网记上二十二章里面 还看到利亚的存在如何的事丰 在联网记下第一章 你还看到利亚的客气如何的事丰 所以今天时间到了 我要再一次的鼓励你们 兄弟妹 我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立场 我们都有属灵的走向 最重要的是 今天上帝要问个问题 上帝要找看死鬼 不是怕死鬼 翻过去你的旁边 你的翻过去你的旁边 你是敢死鬼 还是敢死鬼 敢死鬼 你要做山东里面的营养 你还是要走出山东的营养 很多时候很多人 因为无事的一些难处 一些事奉的一些困难 就放弃了 今天上帝仍然物色 仍然寻找难死鬼 上帝要以利亚不是这样求死 上帝要以利亚是轰轰烈烈的死 为上帝来死 但是他想死都很难 因为上帝都不让他死 所以上帝需要敢死鬼 违逼上帝要以死 但是上帝不用做一个怕死的人 怕死 咱们讲一起